百年时尚新,千年翡翠琴,买A货翡翠,将微信1177-6270,计赏期内免费退换,让您花最少的钱,带最好的翡翠。 说起徐渊菊这个名字,大家可能会觉得陌生,但若说他就是杀害江姐的人,大家一定会觉得他十恶不赦。 然而事实上,死在徐渊菊手下的民主革命人士,可不止江姐一位,就连杨虎成、小萝卜头也是他杀害的。 不仅如此,在国民党溃败之际,他更是于1949年10月28日到11月29日之间,大肆屠杀,关押在白宫馆、渣子洞等地的政治犯,总共杀死了287人。 就连未满周岁的婴儿也没放过。徐渊菊1914年出生在湖北大野县,从黄埔军校毕业后,他就加入了军统,1945年被提拔为军统第三处副处长。 徐渊菊在军统任职期间,疯狂镇压民主运动,他的双手更是沾满了革命人士的鲜血,为此他被誉为军统顶级杀手。 在国民党军政界都红得发自,不过,1949年12月,徐渊菊在昆明被抓,1956年被转运到北京龚德林战犯管理所关押。 在战犯管理所,徐渊菊将自己知道的事情合盘托出,在撰写国民党历史资料时也最为卖力。 然而,当庆祝建国十周年,33名战犯被特赦时,徐渊菊却不再辞联,他心中还一直期望着,总有一天也能重获自由。 然而,又是十几年过去了,徐渊菊仍然没有等到特赦的机会。 1973年冬天,徐渊菊因工作不合格而受到批评,本来就对特赦绝望了的他,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。 在管理所大吵大闹后,又用冷水洗澡,最终因脑血管破裂身亡,终年59岁。 2011年3月24日,河南省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卢文焕因病去世。 他去世时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遗产,只留下了一张60年前的奖状。 但这张奖状的出现却揭开了一个埋藏多年的秘密,甚至惊动了当地政府。 他是谁?这张奖状到底有何来历?